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印度一名年轻妈妈在本月当地时间6日上午产下一名美人鱼宝宝,这名婴儿由于罹患先天性的美人鱼综合症缺陷,在母亲腹中并未成功分化双腿,医生认为今生儿出现这种状况的几率约有十万分之一。 综合外媒报道,印度奇梦加拉邦加尔各达,Colkata,成一名女性,在医院产下罹患先天性的美人鱼综合症缺陷的婴儿,这名婴儿腿部与骨盆融合在一起,因此无法辨识性别,也在出生四小时后就不幸夭折,据悉若新生儿罹患此症,50%几率会胎死腹中,就算出生后也会因肾脏与膀胱有益, 在出生后两天内夭折。 当地医院的妇产科医师萨哈兽迪斯拉指出,产下美人鱼综合症婴儿的这对夫妻没有足够的医疗费用进行产检,产前没有做过任何一次扫描,怀孕期间也无法负担药物治疗导致汗室发生。 医生认为,新生儿出现这种状况的几率约有十万分之一,是因为母亲缺乏适当的营养和不良的血液循环,让宝宝造成这种异常。